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幸福人生 我的领导刘姐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我不好意思拒绝 就想吃个饭碗聚一下 见面后 我发现非常适合我 王赫 大概一米七五 长相虽然不帅 但很干净 戴着金矿眼镜 谈吐间 非常诚恳老实 王赫是领导的新助手 每天工作很忙 但她总是能抽出时间来照顾我 关心我 把我放在心中 在她的热情追求下 我们很快在一起了 我来大姨妈了 身体不舒服 王赫就来我家 喂我煮汤 给我贴暖宝宝 还为我按摩 王赫很细心 会等汤的温度适宜了 才端给我 王赫说 悠悠 我查了一下 女生这个时候 要喝点红糖水 缓解疼痛 你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熬 女人真是容易被感动 我觉得 王赫就是我这辈子的伴侣 我们开始同居了 有一天下班 我要爸妈来家里吃饭 王赫说 悠悠 叔叔阿姨很久没见你了 他们一定很想念你 今晚我来下厨 你和叔叔阿姨好好聊聊天 王赫买完菜 回到厨房 我跟着他进去 他紧紧地抱住我 热情地吻了我一下 这个吻持续了很久 他舍不得地放开我 说道 宝贝 你出去陪陪叔叔阿姨 和他们聊聊天 我的爸妈看到我情绪不错 就问了问我和王赫相处得怎么样 还问了问他的家庭背景 我说 我没有详细了解过王赫的家庭情况 只是听刘姐提到 他来自农村 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 但他从小就很勤奋 一步步地走到了现在 在外企担任总助 具体收入 我也没问过 爸爸提醒我道 他还不错 但现在凤凰难很多 你要小心一点 我生气了 不能容忍爸妈说 王赫是凤凰难 我说 爸爸 你们别这么说他 他对我好 不求回报 他是真的爱我 妈妈皱着眉头说 小悠 你还太年轻了 现在沉浸在恋爱中 你们才在一起多久啊 王赫就住在你的房子里 开着你的车 等你们结婚了 我们家的财产 要都给他了吗 我的表情变得非常难看 我想要和爸妈大吵一架 但是王赫在场 我不好发作 在餐桌上 王赫主动谈起了他的家庭背景 王赫来自农村 他的爸妈是老实善良的农民 王赫拿起饮料 代替酒 双手端着站起来 认真的说 叔叔阿姨 我刚刚进入社会 虽然现在的收入不高 无法给悠悠提供奢华的生活 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不会让悠悠受到任何苦难 悠悠在我的心中 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会尽我所能 让她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公主 我保证 我会靠自己的能力 在这座城市 为悠悠建立一个家 用完餐后 王赫打扫厨房 我赤脚在玩电脑 王赫马上递给我一双拖鞋 她说 悠悠 穿上鞋 地板凉 容易感冒 我听从她的安排 又看了一眼爸妈 希望他们也能看到 王赫的细心 果然 爸妈的脸色 也变得好看了些 送爸妈离开时 妈妈握住我的手说 悠悠 要多留个心眼 不要轻易相信一切 爸爸注视着我 沉默了几秒钟后 认真地说 悠悠 你们认识的时间太短 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现在农村的年轻人 都想找一个本地姑娘 有房有车 不用奋斗 他们为什么总是对王赫有偏见 我生气地说 就因为他住在我这里 你们就说他想占我的房子 我们搬出去 不就行了吗 那天晚上 我告诉王赫 我想搬出去住 王赫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紧紧地抱住我 对我说 对不起 悠悠 是我没用 我会努力靠自己 在这个城市拥有我们自己的家 原来他猜到了 我爸妈对他不满意 我回答他说 王赫 只要你爱我就好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房子 王赫说 悠悠 我们先搬到我那里吧 虽然只有一事小厅 但我会努力的 相信我 第二天 我就搬到了王赫家 我担心爸妈的偏见 会有意或无意地伤害到王赫 所以尽量少回我爸妈家 把更多的精力给了王赫 王赫还是像以前一样 对我关心倍智 我的朋友们都很羡慕我 不过 有一天 王赫下班回来的时候 神情有些不对 说话也有些含糊 我问他怎么了 王赫才告诉我 他妈妈腰疼 要来城里看病 他担心我会不高兴 我笑了笑说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还担心成这样 你妈妈什么时候来 定好票了吗 我提前请假去接他 他说 明天就到了 我有点担心 你会不高兴 我已经预定了酒店 因为这个房子太小了 我妈腰不好 不能睡沙发 我生气地说 你还是不把我当成家人 阿姨来看病 当然应该住在家里 为什么要住酒店呢 房子太小了 可以睡到我的房子里 王赫有些慌张 赶紧解释道 悠悠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妈一辈子都待在农村 也没什么文化 我担心 你们相处不来 也怕他说话不合适 惹你不开心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第二天 阿姨来了 就像王赫所说的那样 他妈妈来自农村 皮肤很黑 穿着也很土气 和城市里的人 格格不入 阿姨带了很多箱土特产来 王赫的家乡喜欢吃辣的 但我喜欢吃清淡的 所以很多东西 我不太喜欢吃 那天中午 王赫只做了一道辣菜 其他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阿姨问了原因后 当晚他做的菜都很清淡 阿姨很健谈 一见面就开始跟我聊起了老家的事情 虽然我听不懂 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听着 我感觉阿姨把我当成自己人了 吃完晚饭后 阿姨给了我一个一千二百元的红包 我本来不想要 但王赫告诉我 那是他们那边的传统 只有婆婆认可的儿媳 才能得到见面礼 那么 阿姨是很喜欢我吗 我虽然表现得很冷静 但脸上的笑容 却无法掩饰 周末 原本王赫也有休息 但突然通知要加班 于是我就带阿姨到处逛逛 一开始 阿姨还不想吃衣服 但听说我付钱后 她也很大方地试了几件衣服 最后买了好几件 在回家的路上 阿姨说了一些话 她说 我家王赫这么优秀 不然她怎么可能找到 你这样优秀的本地女孩呢 你们结婚连买房都省了 真是太好了 悠悠 我和你叔叔 肯定是指望着王赫来养老的 你家虽然有钱 但也要节约一点 因为以后还要养一大家子呢 我正在开车 听到这里 我心里突然一惊 阿姨接着说 悠悠 我忘了问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了 我说 一万多 我已经有点不高兴了 但还是回答了 她听了后 说道 虽然没有王赫挣得多 但也算可以了 王赫的工资要养我们 你的工资要养家 幸好你们家有房子 不然 按照你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 要多少年才能买得起房啊 我回家时 心情很糟 脸色也不太好看 晚上 阿姨煮的汤 我没什么胃口 我并不在意王赫没钱 也不介意他给家里钱 但他妈妈说的话 真的让我难以接受 王赫察觉到我不太开心 一直问我 悠悠 你怎么了 是不是我妈说了什么 让你不高兴 我强忍着怒气 一直告诫自己 出身并不决定未来 王赫并不应该为家庭背景负责 我需要冷静 我说 没关系 逛街累了 在用餐时 阿姨说道 小悠啊 你爸妈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见面啊 我爸妈一开始就不喜欢王赫 如果现在见面 只会让关系更加恶化 我编了个理由道 我爸妈工作很忙 我明天会问问他们的想法 阿姨说 我这么远过来 你让他们请个假 明天过来见见面 你们都谈了这么久 还不赶紧结婚 我停下了夹菜的动作 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发出来 王赫给我夹了菜 他偷偷地向他妈妈打了个眼色 阿姨的态度让我很不开心 吃完饭后 我就去了洗手间 我告诉他们 我要去洗澡了 可能是因为生气 我忘了带衣服和浴巾 我打开了热水 也不想麻烦王赫 就自己出去拿 当我拿完衣服 经过厨房时 听到了阿姨的声音 他说 儿子 你太厉害了 居然真的追到了石忧 我看他很在意你 我在给你添把火 敲定你们婚事 王赫说 妈 你别太急尽了 我看悠悠不高兴了 你今天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阿姨说 我就说了 我们家不富裕 你要养家 他如果真介意 就证明他不爱你 他家那么有钱 帮助我们一下不应该吗 王赫小声说道 妈 你轻点说 我怕他听到 阿姨毫不在意地继续说 他现在听不到 我跟你说过 让他赶紧怀孕 你做得怎么样了 只要让他怀上你的孩子 你就能彻底掌控他了 儿子啊 这个女人可不能让他跑了 王赫说 我知道 妈 我一直在想办法 阿姨说 好的 反正必须让他怀孕 你明白吗 王赫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颤抖着身子 手无力地撑在墙上 咬紧嘴唇 缓了好一会儿 愤怒的表情才慢慢消失 我使出全力控制自己 不去与他对质 王赫是怎么想方设法 让我怀孕的 我偷偷检查了避孕套 结果发现底部全是小洞 让我非常生气 晚上吃饭时 我故意干呕了两声 王赫关切地问我 小悠 你怎么了 阿姨愣了一下 然后高兴地笑着说 哎呀 小悠 你是不是怀孕了 其实 我最近去医院做了血茧 我没有怀孕 我假装不知道 摇了摇头说 应该不是吧 阿姨问 你这个月来立假了吗 王赫立刻回答道 妈 再有十天就要来了 王赫这么关心我的月经日期 可能是为了确认 我是否怀孕 王赫和他妈妈可以装 我也可以装 我把被戳破的避孕套都藏起来 拍了照片 存到网盘里 以备不时之需 趁着工作间隙 我买了一个海康的摄像头 然后把它安装在厨房和客厅的隐蔽角落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十天里 王赫和他妈对我非常关心 照顾得无微不至 时间到了 阿姨开始催我去医院检查 这一周 我的孕期反应逐渐加强 开始吃饭时 就开始恶心 开始贪睡 以此来避免夫妻生活 又过了一周 我知道阿姨在计算时间 于是提前联系了我刚好怀孕的闺蜜 让他拍一张厌孕棒的照片 然后发给了王赫 王赫 马上打电话过来 非常激动地问道 悠悠 你真的怀孕了吗 我说 哎呀 我怀孕了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啊 王赫 我也好爱你啊 王赫在电话里对我表达了他的爱意 我虽然笑了 但内心却感到不舒服 他们希望我怀孕了 接下来 我要看看他们还会有什么行动 晚上回家 阿姨看见我进门 就直接说 悠悠 我给你熬了鸡汤 快喝了补补身子 这么看 阿姨对我还算不错呀 我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 拿起碗来 碗里的鸡汤上面飘着一层油 颜色有点黑 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心里有些疑虑 因为我对他们有所戒备 所以我直接拒绝了 我说 阿姨 我已经吃饱了 喝不下了 阿姨的态度非常坚定 她说 不行 这汤你必须喝 里面可是有宝贝 你喝了之后 一定会怀上大孙子 什么意思 她竟然想让我怀孙子 我马上就明白了 她往汤里加了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 就算是用脚趾投降 也知道是什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相信 这种没有保障的产品 如果我真的怀孕了 喝了这种东西 孩子会受到什么影响 谁知道呢 我很生气 但还是耐心地解释道 阿姨 生男生女是有染色体决定的 跟这些偏方没有关系 我相信科学 不会喝这种东西 阿姨说 不行 一定要喝 她沉重的手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高声责备我道 什么科学 我们那里的人 家家都喝这个汤 我嘲笑地看着她说 那家家都生儿子了吗 这个眼神彻底激怒了阿姨 她冲过来 把我按在椅子上 说道 悠悠 你肚子里的是我们王家的孩子 今天你必须喝这个汤 我也生气了 突然提高了声音道 我要生几个孩子 是男是女 还要由你来决定吗 争吵声引起了王赫的注意 她问道 怎么了 王赫走过来 看到了那碗汤 就明白了 她轻声又温柔地解释道 悠悠 我妈说的没错 我们老家的人都喝这个 你也喝一口吧 对身体没有影响 还能大补 这时 阿姨哭了起来 她说 我辛辛苦苦给你熬汤 不就是为了你的健康吗 我还怕会害了我的孙子呢 好心没好报 王赫一脸难过地 拿起碗地给我 说道 悠悠 拜托你了 喝一点吧 想到我的计划 最终 我还是忍不住 喝了那碗汤 这汤真不好喝 我喝完后 就跑去厕所吐了 我在卧室里休息时 打开手机 看了一下监控画面 阿姨的声音传来 这个浪费钱的东西 喝了点汤就吐了 王赫则轻声安慰着她 妈 你别着急 我们还没结婚呢 如果闹得不好看 她要跟我分手怎么办 阿姨得意地说 她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怎么还能分手呢 分手了 谁还要她呀 王赫说 即使她怀孕了 也可以打掉 妈妈 你能帮我说服她的爸妈吗 我们可以尽快结婚 即使她以后要离婚 我们也能分到一半的财产 听到他们的对话 我感到非常失望 原来 王赫对我那么好 只是为了我家的财产 我真是太糊涂了 没有听从爸妈的劝告 王赫回到卧室后 又变得温柔体贴 用好听的话哄我 我不想理她 假装睡觉 第二天早上 阿姨提出要见我的爸妈 我听后答应了 给爸妈打电话时 提醒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不要生气 晚上我们三个人驾车 前往我爸妈家 在上车之前 我有意问王赫 今天是两家人第一次见面 需要给我爸妈带些礼物吗 阿姨立刻回答道 时间紧迫 没有准备礼物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不必在意这些细节 我笑着说 好的 这顿晚餐一开始 阿姨就开始了 她说 悠悠的爸妈呀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我不绕弯子了 我们都是地道的农村人 以后的日子 只能靠着王赫了 等到他们结婚后 我们一家人要一起生活 悠悠现在怀孕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 女孩子怀孕了 还没结婚 名声不好 他们现在住的三十一厅 已经够了 我们老两口一个房间 孩子一个房间 他们小两口一个房间 尽管我有预料 但阿姨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时 我还是感到震惊 我明显看到 我爸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沉重 我悄悄地向他们打了个眼色 幸好我们之前已经商量好了 他们也控制住了情绪 我爸爸不想说话 我妈妈回答道 结婚的事不能匆忙 彩礼和嫁妆这些也需要好好考虑 阿姨立刻说道 嫁妆 我们家真的没有钱 你们有钱 就别跟我们计较这些俗气的东西了 只要王鹤对悠悠好一辈子 就好了吗 他得意地笑着 说话时口水四溅 然后继续说道 悠悠已经怀孕了 还在意这些干嘛 只要孩子们愿意 给不给嫁妆都无所谓了 我爸听了以后 像吃了苍蝇 感到非常恶心 喉咙一阵翻滚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沉沉地回答道 等以后再说吧 阿姨说 那他们的婚礼就定在下个月初吧 两个孩子都在城里 我们老家就不用操心了 你们选好地点 提前告诉我 我老家旌旗很多 你们提前订好酒店就可以了 爸爸皱起了眉头说 下个月初太仓促了 我们再商量具体时间吧 这时 爸爸接到了电话 便以工作忙为借口 结束了这顿饭局 今晚 我第一次看到爸妈如此生气 我向爸妈坦白了我的假怀孕 和真实打算 坚定地告诉他们 我不会嫁给王鹤 我知道王鹤 只是看中我家的背景和财产 想要娶独生女 来吞并我们的家产 爸妈也很担心 建议我直接和她分手 但我不甘心 王鹤欺骗我的感情 算计我的家产 我不会让她轻易得逞 我向爸妈保证 会在分手前解决好一切 我让爸妈以工作忙为由 推迟婚礼就好 晚上 王鹤抱着我 一个劲地向我道歉 让我原谅她妈妈没受过教育 她说 悠悠 什么时候结婚 都听你的 我会说服我妈妈的 我忍住愤怒和恶心 委屈地冲王鹤发脾气道 你妈太过分了 我没要求你买房 没要求你给彩礼 我只需要一个态度 难道因为你们家穷 就什么也不需要表示吗 王鹤说 好的 我错了 我们家确实没钱买房子和给彩礼 我抱着王鹤 无奈地说道 我们家从来没有对你提过这些要求 但如果我们结婚 你一点表示也没有 我爸妈肯定会担心 我跟着你这个一穷二白的人不会幸福 王鹤的脸色慢慢变化了一下 他问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说 那我考虑一下吧 第二天 我跟我的好闺蜜说了一遍情况 让她帮我想办法教训凤凰男 闺蜜是学金融的 懂得炒股 早就实现了经济自由 我跟闺蜜商量好后 她给我介绍了一只新股 说是开盘就会涨 赚钱快 建议多买一些 一个月后卖出 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 我会把截图发给王鹤 我说 我朋友想要买这个 我先投入三十万 下周你再加入三十万 一个月后我们卖掉 你可以把这个当做彩礼给我爸妈 虽然我爸爸可能不会要 但是看到你这么诚心 他会同意我们结婚的 王鹤很快回复道 好的 他并不是因为相信我 而是知道我的闺蜜是一个股票高手 再加上第一笔钱是我自己出的 他没有任何损失 我有一书错密码 然后把提示截图发给了王鹤 我说亲爱的 我说错了三次 怎么办呢 怀孕果然会变笨 王鹤马上回复我说 别着急 好好想想 我说 哎呀 亲老公 我想起来了 就把密码告诉你 你帮我记一下吧 这是我第一次称呼王鹤为老公 是为了让他知道 我想和他一起度过余生的决心 王鹤说 好的 老婆 他也第一次称呼我为老婆 并发了一连串亲吻的表情 我感到非常恶心 想吐 我的账户被成功冻结了 我发了一长串哭泣的表情给他 说道 老公 我的账户被冻结了 我闺蜜说今天 必须买 你先借我三十万 一周后我再还 这次 王鹤没有立刻回复 我想他一定看到了 但在犹豫 或者要给他妈妈打电话 我赶紧拍了一张 我抚摸肚子的照片 加上几个哭哭表情 直接打语音电话过去 我说 亲爱的 你不能让我大着肚子 爸妈还没有同意 否则 我们的婚纱照会很难看 我不想这样办婚礼 我抽气着 语气委屈 王鹤知道 如果我爸妈不同意 我们就无法结婚 他回复说 好的 那我先付钱 你记得去银行修改密码 一周后再把钱补上 我说 好的 亲爱的 爱你哦 虽然是通过打字表达 但我内心仍然感到非常不舒服 下午 我一直开着摄像头软件 果然看到 王鹤给他妈妈打电话了 我未来的婆婆大声责骂王鹤 说他傻 说我们家有钱 可以等几天再投资 王鹤的话让我感到失望 他说 如果我不这样做 他的爸妈不会同意我们结婚 即使他怀孕了也没用 我们也拿不到房子和车子 当天 我下班回家时 发现家里多了一个孩子 我注视着王鹤 他站在一旁 躲闪着我的目光 阿姨向我介绍道 悠悠 这是王鹤的侄子安安 我一直照顾他长大 他在农村生活条件不好 所以他将来会住在这里 我听说 你家有学区房 正好可以让安安在这里上学 我想知道 除了王鹤 还有谁告诉他学区房这件事 我转过头看向王鹤 他对我无奈地笑了笑说 是我弟弟的孩子 我记得刘姐曾经说过 王鹤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我收起了情绪 平静地问道 王鹤 你不是家里的独生子吗 阿姨说道 王鹤 你没有告诉悠悠 你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吗 然后他开始挥手打王鹤 大声地骂道 你这个混蛋 连自己的弟弟都忘了 你别忘了 因为供你上大学 你弟弟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你太不负责任了 王鹤大声说道 妈 我错了 阿姨的情绪很激动 但她说的话都是针对我说的 她在客厅里大声喊着 必须让阿安去好学校 这是你欠你弟的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没脸回去了 我宁愿留在这里死 我问王鹤的想法 王鹤说 老婆 这对你们家来说 只是小事 但对我妈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确实欠弟弟的 不如 我打断她的话道 你是想让她住进学区房 签户口 王鹤以为我同意了 讨好的笑了起来 说道 我妈想让我和我弟弟的户口都牵过去 这样安安就能去那所学校上学了 等我们的孩子出生后 也可以在那里读书 我淡淡地说 那个房子是我爸妈的 我没有决定权 王鹤说 老婆 你帮我说一下 我回答道 不行 这时 阿姨推门进来了 她说 难道你觉得我们农村人好欺负吗 你家看不起我们 但别忘了 你肚子里还有我们王家的血脉 也是个农村人 她大发雷霆 指着我辱骂不止 口水横飞 骂了我整整一个小时 她骂我和我爸妈自以为高人一等 看不起他们 她骂我怀着王家的孩子 还敢给他们甩脸 她说的话粗俗难听 让人难以接受 王鹤则默默地站在一旁 没有说话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从小被爸妈宠爱 怎么会被人这样吗 我们还没有结婚 他们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 只是为了我们家的户口和房子 还以为我怀孕了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对待我们 我眼泪汪汪 努力控制情绪 但再也忍不住了 我说王鹤我们分手吧 阿姨尖叫着不可能分手 你怀了我们王家的孩子 我不能让你生下来跟别人性 那晚王鹤哭着求我 安慰我 她说了更多关于她家庭的事情 她从小的不义 肩负的责任 她真的很爱我 重点还是关于她侄子的学习问题 我不想再争吵 没有必要 隔天 我发了短信分手 态度坚决 要求他们一周内搬离 同时 我保存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晚上回到家 阿姨还在 王鹤认为我只是在生气 一直道歉 阿姨板着脸对我说 我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要照顾我 我不能离开 我没有说话 转身要离开 阿姨站起来 快步走过来说 王鹤 拦住她 王鹤把我拦住 抱在怀里 语气着急地说 亲爱的 我妈妈没有恶意 只是说话直接 惹你生气了 你怀孕了 不要生气 身体最重要 我们好好沟通 不要轻易分手 我推开她 听到阿姨嘲笑着说 分手 一个怀孕的女人 谁还会要她 她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我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走出门 第三天 我直截了当地给王鹤打电话 我说 我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 我知道你和你妈的计划 我怀孕是假的 只是为了揭露你们的真面目 王鹤 你和你妈今天必须搬走 否则 我就要和你们撕破脸了 我说完 就挂了电话 然后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我爸那边很热闹 有广播的声音 我问他 爸 你在机场吗 他回答 是的 我和马叔在机场 他儿子从德国回来 我说 那你先忙 我晚点再给你打电话 接着 阿姨就开始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不胜其烦 接通了 他在电话里骂我道 石忧 你真是太无耻了 我们可是一直在照顾你 让你吃好喝好 你却这么卑鄙 我说 阿姨 这段时间 王鹤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包括你的生活费 也全是我出的 我哪里骗你了 住在我的房子里 不付房租 做几顿饭就算是辛苦吗 阿姨说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把王鹤给你的三十万还回来 如果我被算计成功 我的一生幸福 连同我爸妈的晚年都要被毁 所以我要算计他一次 我理直气壮地说 他自己把钱拿去买股票了 那是他的投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还 我冷冰冰地说 你必须今天搬出去 否则我会报警 阿姨说 你报吧 警察来了 我会告诉警察 你在诈骗 下午 我成了公司里的话题人物 我被爆出了 骗男有钱的事情 假装怀孕 刘姐身后跟着一个同事 她手上拿着一大堆报表 刘姐板着脸 狠狠地把文件摔在我的桌子上 说道 今天 你必须把这些报表全部完成 并发送到我的邮箱里 我站起来 直视着刘姐 说道 是你在公司散布了谣言吗 刘姐说 你知道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吗 王鹤为了考出来 从农村省吃俭用 省下了三十万 而你却用假怀孕 骗婚骗钱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嘲讽地笑着说 刘青 你当初介绍我和王鹤相亲 就是因为看中了我的家产吧 他们母子的算计 都是你教的吧 你从一开始就心怀不轨 你不配担任领导 更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 刘青气地摔了文件 喊道 石油 我不管你的私人生活如何 今天这些工作 必须完成 如果做不好 就是玩忽职守 按规定处罚 我和刘青都没占到便宜 反而成了同事们的笑柄 快下班时 阿姨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她来公司闹事了 她在我们部门大哭大闹 说她供养王鹤不容易 王鹤存钱也不容易 还说王鹤对我有多好 她还揭露了 我骗王鹤怀孕 并骗了她三十万的事情 公司把决策权交给了刘青 刘青说 我对公司的影响不好 要让我停心留职 接下来 她可能会开除我 但我不害怕 因为我把我和王鹤 相识相爱的经历 以及被算计和欺骗的事情 两家人见面时的对话录音 还有监控拍到的王鹤母子对话 所有的细节 都传到了公司内网 还有人匿名爆料 说刘青在公司散布我的谣言 导致我受到了指责 刘青非常生气 没有按照程序 直接解雇了我 我向劳动仲裁提出了申诉 现在回家等待结果 我刚到小区楼下 就听到了让我最放心的声音 爸爸说 悠悠 我喊了声 爸爸 爸爸和两个壮汉一起 爸爸介绍道 这是马叔和他的儿子马子晨 今天我接电话的时候 他们听到了 有我们在 保护你 不用害怕 对女人来说 爸爸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爸爸一声温文尔雅 和蔼可亲 但因为我做出错误的选择 让他也卷入了这场人性的丑恶之战 我感动得眼泪盈眶 说了声 谢谢爸 我们刚进门 阿姨就开始大哭大闹 拿刀威胁要死 坚决不肯搬走 关键时刻 马叔的儿子马子晨走上前去 拉住阿姨 强行往外拖 王赫上前阻止道 你干嘛 放开我妈 但马子晨一脚把他踢开 不顾阿姨哭闹 直接把他拖到门外 同时把王赫赶了出去 马子晨斥责道 一个大男人 靠自己努力赚钱不好吗 非要依靠女人 连尊严都不要了 马子晨穿着灰色休闲装 身高一米九 当他关门时 灯光照在他侧脸 他的脸庞俊美 气质高贵 他挡在我面前 笑着说 没事了 对付这种坏人 讲道理没用 他的话让我放心了 我感到更加安全了 门外面 扔的是王赫和他妈妈的衣服 还有 王赫妈妈一直在大声咒骂 当我锁上门出来时 他站起来 脸上露出猙獰的表情 说道 石忧 你这个无耻的女人 还我儿子的钱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他向我冲过来 我退后一步 被一个宽厚的胸膛所抱住 马子晨挡住我 用他的身体承受着刘母的打骂 我虽然惊慌失措 但还是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们 我已经通知过物业 如果你们敢强行进门 我就告你们入室行窃 你儿子现在工作稳定 如果被抓起来 留下案底 一辈子就毁了 你最好想清楚 王赫妈妈最终停止了争吵 被王赫拉着离开了 我向物业报告 禁止他们进入小区 终于恢复了平静 关于工作 我的仲裁程序已经开始了 上级调查时 发现刘青利用职位 谋取私利 原来他不仅把伪造学历的表弟 安排到公司工作 并且还伪造了公司账目 最终 我恢复了职位 刘青被解雇了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王赫的信息 他说 悠悠 股票的钱全亏了 一分不胜 无论你是故意还是无意 我都不再怨恨你 是我对不起你 不敢求你原谅 只希望你未来过得好 我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公司 会像这个手机号码一样 从你的世界消失 祝你幸福 希望他以后能改过自新吧 优优区 雪 中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